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上的今天 2月18日 1929年 第一届奥斯卡获奖名单公布 1930年 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·汤博 发现冥王星 2003年 韩国大邱地下铁 遭到一名精神患者纵火 导致至少198人死亡 1994年 中国纪男子林文强 劫持中国西南航空 长沙飞往厦门的 薄言737客机前往台湾 2011年 培德医院评估是否收监 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吴淑珍 预防和评估医疗团队 对外宣布拒收 高检署宣布吴淑珍交付给陈志忠 限制住居 禁止出境